我是第十組 我現在開始的期末報告 然後我的題目大概是這樣 我就一到四題 我一題題唸好了 然後我唸完一題就看第一題的程式 我第一題題目是 我也給20個數字 然後就是Sup01這個副程式就是拿來算它是否是直數的 然後這是我這個主程式的 好 這個第一題的部分我就只是 這個主要是Sup01 我就直接看Sup01 Sup01大概就是獨入碼 然後一個ForgHN 然後他問他是不是直數 然後這個就是 不是直數啦 不是是直數沒有錯 這個就是這樣子就是從2開始然後一直移路過去 然後到最後如果他這個 這個AKS他這個MODE這個A他如果是0的話就代表說他是整除的嘛 那如果整除的話他又不等於AKS的話就代表說 代表說他不是直數 所以就這個回傳一個0 然後4的話就是回傳一個1嘛 然後我就用這個01去判斷說他是不是直數 然後我這個輸出的時候我就會輸出 這個就是這些就是四直數 我那一段input裡面 從這裡到到這個到這個第二題前面 這些輸入的地方然後我輸出就是輸出這一行 其中是那個第一題裡面四直數的 然後第二題就是第二題就是用輾轉箱出法去寫在一個Sup02裡面 然後運算十足的最大控制數 其實因為那考試那個什麼 考試可以網路上查資料嘛 所以說實在那個行李早上可以那個沾轉箱出法 直接從圍基板上面抄下來就好 不過我還是建議比較這樣 就是想一下 然後第三題的話就是泡沫排序 我剛剛搜了一張圖片 泡沫排序應該也算是最直觀的排序方式吧 然後就是你從第一個開始然後一路比大小 然後如果是最大就是如果假設左邊大於右邊那就往右移一個 然後一路下去嘛 然後也就是說你每一次的輪迴裡面 他最右邊那個排完之後最右邊的數字一定最大 然後就一直運算下去然後最後就會排就會從小排到大 然後Sup02 Sup03 這就是大概的層次嘛就是大概想一下然後覺得對 然後第四題的話是 就是計算F of s sin sin 加上1裡面 加上1然後從0 x等0到x等2的時候 它的取緣價的面積 然後就是這個數學微積分有學過嘛就是 取緣價面積就是用積分去算 然後因為我的n可能是正可能負的 所以我還要判斷說它是正的來負的 然後這個sinx加1它積分之後就變成 負的 啊不是啦 cosx加x嘛 然後就一直 就有寫到一個sup04裡面 然後一直運算就好 sup04大概長這樣 就那個嘛 cos 負cos 啊算不開 不然大概這樣然後input到負長這樣 然後輸出長這樣 然後我執行一次 就執行完之後 就大概這樣嘛然後 還有其中那個什麼啊 因為我這個input裡面有用這個01 不是01啊這個1和2 去做這個題目的 題目的分割所以 就常常會用到這個嘛 這個讀這個 讀這個不需要用的 那一串那一行的 資源的話去用這個 這老師也有教過大家就這樣 對以上就是我的報告謝謝